新闻来源 生产队 王传福称 地球上的石油仅够人类使用50年 队长无法认同 关于石油短缺 能源枯竭的话题已经反复炒作好几十年了 可好几十年过去 化石能源依然可以满足人类再使用好几十年 所谓的地球上的石油仅够人类使用50年 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就像环保一样 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 世界各国绝大部分的环保政策都是跟着产业政策而制定的 环保的目的不在于环保 而在于强化产业优势 就像扶持电动汽车的发展 第一大原因不是它更环保 而是它能壮大中国的汽车产业 14亿人要就业 要过上更好的生活 要赚更多的钱 国家要发展 要追求更先进的技术 要打破西方国家对汽车产业的垄断 必须扶持电动汽车 如果环保不能让产业变得更强大 那么环保政策就很难得到强制落实 环保的本质在于产业 产业发展了 技术先进了 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了 自然就活得更长寿了 促进人类健康长寿的从来都不是环保 也不是原生态 而是先进的现代科技和发达的现代产业 回到古代社会 绿水青山啥都有 可人的寿命很短 住在如今的钢铁城市里 人反而活得更长 强化产业竞争才是环保政策出台的根本之所在 但如果用环保来制造能源焦虑 就大可不必了 石油到底什么时候能用完 这是任何专家都无法预测的 地球底下到底埋藏了多少石油 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 队长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959年 中国勘探发现了第一个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打破了中国皮油论的观点 从1959年到2023年 整整过去了64年 一个油田挖了64年 是不是就没油了 大庆油田是不是就枯竭了 队长告诉你 不仅没有枯竭 石油产量持续维持在高位水平 大庆油田连续20年 石油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 累计产量超过25亿吨 其中还有27年 每年石油产量超过5000万吨 为什么大庆油田挖了63年 才能维持这么高的年产量 就一个原因 技术进步了 以前采油的时候 只能集中开采 哪里油多就往哪里采 后来 技术进步了 那些油含量比较少的地方也能开采了 石头缝里的都能采出来 边边较小的地方还能再开采 那么 把边边较小的地方采完后呢 队长告诉你 还有页岩油可以采 按照大庆油田的官方通报 大庆油田还能再采100年 有人要问了 一百年后呢 我们总要拐一拐紫苏后代吧 一百年也就三代人而已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 地球上发现的石油储量从来都不是固定的 而是递增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勘探技术和采油技术在不断进步 在没有发现中东油田之前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从一战到二战 美国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开采国 那时候 美国人想没想过 石油会消耗殆尽呢 队长认为 肯定也有一些美国专家站出来说 我们要环保 50年后 石油就会消耗殆尽 这些专家所说的石油会消耗殆尽 指的是已经勘探发现的石油 不包括尚未勘探发现 也不包括尚未开采的石油 仅中东已发现的石油就够全人类使用60年 要知道 中东还没有大规模开采液岩油 美国通过液岩油革命 重回世界石油出口第一大国 这说明什么 技术进步能够让人类勘探 开采出更多的石油 就说我们北方的邻居 俄罗斯 俄罗斯特别大 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西伯利亚的地底下到底埋藏了多少资源 别说专家了 老天爷都算不出来 还有尚未大规模开发的北极地区 北冰洋下面又埋藏了多少资源 我们老说中国南海就是下一个中东 可南海石油 天然气都没有大规模开采 南海里月滩已发现的油气资源 就可以供应中国开采一百年以上 地球上从来都不缺石油 缺的是发现石油的眼睛 就像今天的锂矿 电动汽车产业越发达 被发现的锂矿就会越多 制造石油焦虑就跟那些制造锂矿焦虑是一样的 一个产业只要有利可图 有持续的资金投入 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就会越来越完善 资源勘探效率也会越来越高 而且在光能 风能 水能 核能等新能源的普及之下 人类对石油的需求量会变得越来越少 这也能延长人类对石油的使用周期 其实石油会不会枯竭 最好的例子就看煤炭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今天已经二百六十多年 可二百六十多年过去 煤炭依然是人类的主要能源之一 也是电动汽车的核心能量来源 美国煤炭还能开采二百四十年 俄罗斯煤炭还能开采四百七十年 不可否认 我们要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因为中国的石油进口依赖度太高了 为此 我们要大力发展光电 风电 水电 核电 改善我国的能源结构 我们鼓励电动汽车 更多的是推动汽车产业的强大 稳就业 促增长 实现产业升级 让国民经济质量得到提升 掌握更先进的汽车科技 这跟石油是否枯竭 有一定的关系 但关系不大 有没有石油 中国汽车都要走向世界 比亚迪的电动汽车可以登顶全球 奇瑞的油车也能征服海外市场 二者并不冲突 油和电不是对立的 而是共存的 对用户而言 环保很重要 但车的品质更重要 明镜需要 lines & 打击